这一集我们要讲述的 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发生在草原上的爱情故事 知青和牧民小伙子牧民姑娘 几乎是属于两个不同时空的人 所以我们很想知道 当年他们是如何不妻而遇 如何相知 如何相知 我们很愿意想象 在那段青春岁月里 他们如何和恋人一起月光下散步 在原野上策马奔腾 不过其实对我们来讲 这些爱情故事 现在看起来就好像 一个个散落在草原上的珠子 好像很难去捡食 很难逐个穿起 幸运的是 我们这一次又遇到了 一个讲故事的人 他叫角小红 当年在阿巴嘎奇插队 在他心里有两个 珍藏了很多年的爱情故事 这两个故事虽然不至于惊心痛破 但是也相当的曲折动人 角小红和两个故事中的女主角 当年都是插队的好朋友 所以他既是故事的讲述者 也是故事的亲历者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了 生活中间见了很多很多的爱情故事 在很多爱情故事里呢 有些可能是像过眼烟云 转瞬即逝 但是有的爱情故事呢 却会深深地印在你的心里头 甚至让你回味无穷 比如说37年前 我所认识的一个北京之亲 他是到内蒙去下乡的 他的爱情故事 这么多年过来了 我仍然不能忘怀 他有一个特写镜头 那就是说 头上扎着一个白色的寸绸巾 身上穿的是蓝底白花的蒙古袍 非常漂亮 非常可人 这个知青叫什么呢 他叫李渔 因为他在这个电影小兵张嘎中间呢 曾经扮演了一个角色 不许动 就是背着一个小女孩 指责嘎子 小八路 你敢打人 仅有这一句台词 但这个呢 由于他嗓音非常轻利 在当时这个镜头里呢 至少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您当说是37年前 也就是1968年 16岁的他呢 只身来到了内蒙古草原 实际上父母是不太愿意 让我去那个内蒙那个地方 但是从心里呢 有一种特别好奇的一种 因为我们的同学 当时我们一块儿 文革当中的一些伙伴都去了 那块 而且木区 都是穿着蒙古袍子 在那个 骑着马 觉得挺潇洒 挺好玩的 当时他去的时候呢 是所有知情领域最小的 但是他很灵 声音特别好听 很聪明 漂亮 在我们大家的心里 像是荒学 他很喜欢骑猎马 马骑得非常好 在草原上 起码有两种感觉 一种就是 特别的苦闷 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呢 就见不得一个人 永远见不到别人 永远就是我一个人 面对着七八百只羊啊 急了我跟他们说话 他们不懂 他们慢慢的说什么 我不懂 可是我骂他人 除了他看我一眼之外 继续往前走 继续吃他的草 他并不明白我 什么意思啊 所以时间长了 觉得特别的孤独和苦闷 另外一种那个什么呢 就是特别高兴 你心里头特别的开阔 那一切烦恼都没有 这是一种感觉 都说呢 说是草原 是孕育爱情的 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因为如果到过草原的人 可能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在那种环境里头 是很容易找到 两个人相处的这种环境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人打扰 其实说起实话 当时的牧民的小伙子们 挺好色的 尤其喜欢这个 长得比较突出一点的 或者是漂亮一点的 或者是穿着什么 比人不一般的 他们对这些女生 小女生挺注意的 他们反正是对我挺好的 经常就是利用各种 可以能为我服务的机会 他们都能抓住骨方 有一个小伙子 不同意一般 这个人是个牧民青年 叫狗和 很早的时候 狗和就很眷恋他 但那个时候 鲤鱼很小 他不知道这些 歪戴着帽子 挺那个挺潇洒的 很很俏皮的 很有意思 话并不多 后来呢 就因为接触 特别时间长了 就彼此距离是越来越近 就对对方 就没有什么戒心了 我记得在一次 天气吧 特别起了那个 舒适的一种 而且晚上特别晚 月亮很高很那什么的时候 好像是到 到我的蒙古包里 他就是想问我 行不行啊 行不行 我就感觉叫 有一种 是说不上一种激动啊 是一种什么 就是心跳 心跳的那种什么 在那一宿就 不满女说 不隐婚的时候 就是我们俩发生关系了 而且就那一次 就有了一个 就有了 有了我们这个儿子了 没想到呢 狗河的老祖母 对这件事是 无法接受的 老祖母为了保证 这个蒙古族血统的 这种证作 就把狗河 用那个皮条 拴在了蒙古包 蒙古包那个哈纳墙上 不允许狗河来见鲤鱼 鲤鱼到那个时候 已经是非常无奈了 那时候我先都跟他说了 我是那个怀孕了 你看怎么办 说那咱俩就结婚了 咱俩结婚 那家里不同意怎么办 不同意 那咱们就 一块去死去吧 有一天我就突然间 想起来干脆真实的 我就死去算了 穿着一双棉鞋 是塑料底的棉鞋 就在踏着 这个差不多是 末期半 那膝盖以下的那雪 就走 就往那白银茶干山去走去了 后来我们这个牧民 由我们同学到我们这个蒙古包里 看我不在 而且我写下了一封遗书 搁在那 当时我们同学见了以后 见着那封遗书了 这个同学们就都急了 就把那个我们这个 浩特的闲散的牧民 夜里头起来 打着电瓣 打着那个时候就满 就上浩特就走的 那往白银茶干那头就走啊 快天蒙蒙亮的时候 他们因为出去的人多 终于把我找着了 其实现在想起来 那也很后怕的 如果当时没有被人发现 我写了一书 在那个蒙古包 哥的蒙古包里 如果是我自己要找不到人 我那一宿就会冻死的 那就是不是我一人 那就是连我肚子里 那已然那个形成小人的 这个小生命了 一人已经八个多元 他被接回来以后 就当时面临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颁发布颁发结婚证 怎么办这件事 我呢当时是公社的复联主任 我们找到了狗和 问他愿意不愿意和李渔结婚 他表示愿意 我们找到李渔 愿意不愿意和狗和结婚 他也表示愿意 这时候我们就顾不得其他了 所以呢 给他们颁发了结婚证 同时呢 开始通报李渔的父母 这边呢 当狗和的奶奶 也就祖母 知道了我们给颁发了结婚证 知道这个婚事一定要结了 奶奶是接受不了的 这个时候 奶奶做了一件 让所有人都非常吃惊的事 他三天滴水未尽 到第四天清晨的时候 离开了人世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 故事却永远各不相同 小小红接下来要给我们讲的一个爱情故事 主人公是内蒙古知情当中的一个名人 他叫熊小红 他的出名是因为在1970年的时候 他曾经干下了一件大事 当时他查队到内蒙古东乌齐的布林大队 这个大队原来在东乌齐西北部的阿拉坦和利公社 蒙古族人呢 有游牧的习俗 有一年因为干旱 这个大队呢 就迁到了300公里以外的满都保利格公社 后来大队的牧民们一直希望能够返回阿拉坦和利 但这个时候上级准备把这个大队就地纳入到生产建设兵团 这样就跟牧民们想返回家园的心愿 形成了很大的冲突 当时熊小红决定跟牧民们一起大迁徙 而且呢 拿出了中央的文件来帮助牧民对抗上级 他因此被上级指责是煽动牧民鼓动搬迁 在迁移的途中也不断地有人前来阻截和威胁 但是熊小红坚持和牧民一起完成了300公里 长达是半个月的土木迁移 最后成功地回到了阿拉坦和利公社 熊小红因而被牧民们送了一个称号 说他是像蒙古族的英雄嘎达梅林一样的人 熊小红呢 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是个叛逆性格的人 从他第一次的婚姻选择 在那种大的政治背景的压力下 他能够去选择和牧祖的儿子结婚 这个突破不是一般人手能做到的 而且这种突破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不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光彩 只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污点和损害 他不顾及这些 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可取 我可能就是这种性格吧 要不好多人理解不了 怎么说呢 叛逆 有点血性吧 他下乡的时候呢 是1968年 到了内蒙古 西林沟罗盟 东乌齐 东乌齐呢 当时他去的地方呢 叫阿里登黑利 阿里登黑利呢 实际上是一个金色的边疆 这个地方 熊小红呢 是知青中的名人 他的这个婚姻呢 他和谁结婚呢 正是和这个 姑内巴拉 姑内巴拉的儿子 倒是基结婚 这个姑内巴拉 就是当时他负责监管的对象 是个牧主 这在一般的人来看 太不可思议了 你怎么监管来监管去 你居然和人家儿子 搞起对象来了 我这个人反正是 想得出就干得出 应该说有点胆量吧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里 经营一段这样特殊的感情 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量 而两人初次的气候 也并没有像所有爱情故事一样 有着令人激动的开端 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是放羊的时候 当时就有一个放羊的一个人 年轻人 人家就告诉我说 那是个牧主子弟 当时我就什么印象都没有 就知道那是一个牧主子弟 也就认为他是一个牧主子弟 所以呢 也跟他不怎么说话 因为大家都划清阶级阶线嘛 对吧 跟他不怎么说话 那个时候 姑内巴拉一家 作为牧主 是所有人都要躲着走的 为什么要划清界限 所以姑内巴拉一家 只有劳动的份 没有求得人与人之间尊重的份 后来接触的多一点 接触多一点 自己把心里面就有很多反思 就觉得 很多事情 就觉得 他实际上是跟我们一样的人 为什么要受到这种政治的歧视 最苦最累的活 都是给他们去干 但是挣的工夫呢 就比别人要少 所以我就老想这事 我就对这个 都这种状况 非常的觉得不公平 所以那时候我就特 我就挺同情他的 挺同情他的 所以我就对他特别好 什么事都对他特别好 慢慢慢慢也就有感情了呗 就这样 在草原的广阔天地里 熊小红和道尔吉走到了一起 梦民中间就传出来了 他们俩之间相好 知青中间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我们有一个知青就说我嘛 熊小红变成粉小红了 那意思就是不革命了呗 对吧 粉了 不是红色的 是粉色的 还有人说我 说他因为跟那个 道尔吉好像有过事 尽管不畏惧来自周围的压力 但是另外一个严峻的现实 却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建于姑奈巴拉当时并没有摘掉帽子 所以他还不适合在边疆生活 要求姑奈巴拉一家还要再往南迁 迁回到南面的一个 一个一块草场上去 就不能在这个金色边疆这个地方待着 熊小红与生俱来的叛逆性格 使她对道尔吉的同情 慢慢转变成了爱情 而当道尔吉一家决定搬迁的时候 熊小红的心理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 这种变化促使她义无反顾的决定 与道尔吉结婚 1972年的时候呢 当时她母亲办好了 她的所有的这个户口迁移手续 就准备呢到牧区去接熊小红回来 到了牧区以后 熊小红就跟她妈妈说 说妈妈我不能走 我要办一件很重要的事 说你要办什么重要事啊 说是我要和导吉结婚 当时她还挺犹豫的 但是后来搬到他们家搬走以后 她就回来找过我 找过我说 那个表示就是 要结婚吧 后来我就答应了 我马上就答应了 我信 要什么都不理 我想干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理 就这么决定了 熊小红把自己的终身 托付给一位牧主子弟 不难想象 这会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中 激起多大的反响 这件事情是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因为她这件事做得很隐秘 包括乌奈巴拉本人也没有想到 就是说别人都躲着我们的走 而你北京来的姑娘 怎么会沾我一个牧主的儿子呢 当时也挺空洞的 因为谁也想不到 从北京来的知识青年 而且家庭出身又那么好 革命干部出身 跑到内美来 跟一个牧主子弟结婚 谁也想不到 都觉得不可思议 不可理解 但是只有我自己理解 有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李渔和熊小红 分别冲破各自面临的巨大的阻力 和自己的蒙古族恋人结了婚 后来都生了孩子 有了美满的小家庭 1992年的时候 李渔和古河一家 从内蒙古回到了北京 同一年熊小红和道尔吉一家 也回到北京 不过无论是李渔还是熊小红 恐怕都没有想到 从草原到城市 他们原本期待的幸福生活 并没有出现 相反的 本代他们的是让所有人 包括他们自己 都不从预料的婚姻危机 李渔出生于北京的京剧世家 92年从内蒙回到北京后 在家人的努力下 李渔被安排到北京京剧院 从事财快工作 每天他都要骑一个多小时 自行车上下班 现在一家人住在北京 俘幼街西巷的一个老式四合院里 大儿子团结在一家公司开车 丈夫苟和现在贤富在家 照顾患病的小女儿东梅 92年从内蒙回来 我就是回到这来了 三室同堂都在这一流房 狗和原来在内蒙古阿巴嘎级的大队当会计 当92年李渔有机会回北京时 夫妻俩曾经就去留问题反复商量过 为了这个家庭的完整和儿女的前途 当时已经40岁的狗和决定离开草原 跟随李渔来到陌生的北京 开始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尽管来到这里已经十多年了 但是他们仍保留着喝奶茶 等蒙古族的生活习惯 狗和确实是不适应 不适应有一过程 对它来有一个很长的一个 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他从因为他重新说过 你那个你小时候是十六七岁 你到内蒙去的 你是一个特别单纯的 特别小的时候你就过去 学生的时候你就过去了 你跟我不一样 我是40岁才到北京来了 我有太多的不学 为了生计 李渔的家人曾经试图在北京 为狗和找了几份工作 回到北京以后 曾经去屈尊下旧 干一些不是干部所干的活 比如说到修理厂 去当修理工 到舞台上 去做一种舞台上的这种 道具的道具员 总之去干一些 在别人想象 草原上一个骄傲的干部 一个在草原上 最受人爱的一个马官 怎么可能跑到北京的大街上 去修自营车 跑到北京的这种 汽车修理厂 去当这个汽车修理工 不可思议 一度时间 就是不是因为工作累了 还是就因为这所谓 工人和干部 这个说辞上 他闹情绪 闹情绪他就喝酒 就是对于这种 长期这个喝酒 而且那个影响工作 最长的一次 他达到一个月 没有上班 最后终于还是被辞退了 哎呀 他烦透了 简直烦透了 而且当时我们 在那个 他喝酒的时候 似乎 我觉得好像提到了 干脆咱们过不下去 就离婚算 但是等他酒一旦醒了 就说 哎呀 我们还是不离 他醒了以后 我自己也丝毫没有这点 这个这个想法 因为我们 我们的结合太不容易了 每次等他酒醒了之后 我们俩就谁都说不出口了 我们很想知道 狗和自己对这段婚姻的 看法和感受 但他并不愿意 在镜头面前吐露 对于狗和来说 家乡的草原 已经渐渐淡化成 记忆的底色 只有眼前的真实生活 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走到今天为止 我们俩已经 谁都离不开谁了 尽管他现在没有工作 但是他现在帮我 这个操持这个家务 把我这个家里头 里里外外打点的 就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能让我在这个离退休之前 能安安稳稳的 安安心心的在单位做事 我就觉得我很感激的 钱虽然比别的人家赚得少 不是很富有 但是我觉得我们 生活得也比较温馨 而且互相呢 就是在相依相靠的 在维持着这个家 在共同生活着 而且我们之间缺谁都不可以的 有一句话是这么讲 蒙古族的女人 爱了一辈子 不说一个爱字 蒙古族的男人 吃了一辈子苦 不叫一个苦子 这就是蒙古族不一样的地方 生活中间有如此多的坎坷 但是他们艰难地走过来了 至今相爱 当年 另一位女知青熊小红回城后 却经历了一件彻底改变 她生活轨迹的事情 93年94年的样子 内蒙电视台 还是中央电视台 我记不太准了 要搞一期呢 象征民族团结的这个节目 需要找一些呢 就是蒙汉结合的这样的 知青中间的一种 婚姻这样的组合的这样的事迹吧 或者这样的人物 后来我当时呢 向他们推荐了 熊小红这段的夫妻 电视台采访他们以后 就把这个节目呢 在全国进行了播放 结果没有想到啊 这个的播放导致熊小红 儿时的一个恋人 发现了这件事 这个恋人是谁呢 实际严格讲 是她一个远房的表哥 四十年前吧 四十年前我们两个 曾经感情特别好 从小吧 我就特别崇拜她 因为她那个时候 是一个解放军军官 她曾经参加过 厦门的一次战斗 而且在战斗中立过功 可以说 在我心中的白马王子 其实就是她 她才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 由于上山下乡 熊小红和表哥失去了联系 后来知道表哥已经结婚后 熊小红就把这段感情 埋藏在了心里最深的地方 和道尔吉结婚将近二十年后 熊小红一家回到了北京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那期关于熊小红婚恋故事的 电视节目 被她失去联系多年的表哥 看到了 通过多方打听 表哥终于又找到了她 特别让我受不了的是什么 她的儿子取的名字 跟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当时我就觉得心里一颤 我一想说 哎呦 她心里边是爱我的 其实我也是爱她的 但是我就是这个窗户 只没捅住 我说如果要是早知道 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什么都不要 我也有她 面对两段感情如何取舍 熊小红陷入了矛盾之中 她觉得当年在草原 那个特殊的环境中 对道尔吉的感情 更多的是出于同情心 后来熊小红和道尔吉离了婚 然而和表哥结婚两年后 表哥却因为癌症晚期去世了 现在熊小红独自带着孩子 住在北京这座即将拆迁的房子里 从学校退休后 熊小红靠做一些小生意维持生活 我在这住了有八年了 因为我那个上山下乡回来的晚 回城回来的晚 所以一直没有房子 没有房子就暂时住在学校后边这排宿舍里面 这排宿舍里住了八年 所以我现在自己这么多年也走过来了 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不管生活多么艰朴 反正我都能够承受 现在道尔吉依然骑着他那匹老马 继续着他的放牧生活 他的家人一直都不知道他们已经离了婚 道尔吉现在独自一人生活 但他还是经常回北京 看望熊小红和孩子 对于往事 他已经不愿提起 我自己甚至有一种直觉的感觉 当然我这样的感觉可能不对 说有一天岛基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我相信熊小红会倾心照顾他 不会在即已经和他离异了 他会像带一个亲人一样非常好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